天下大事全在一掌中 自古即使是穷算秀的 混这一套也很多 甚至是必血必脂的一些基础 秀李乾坤 一个是秀子李 当然主要 除了这些骰子 这些小工具之外 到处都是法宝 就是这只手 秀才不出门 变成天下事 那么这个掌中的学问 太多了 首先这个大拇指 代表父母 那么这个就代表兄弟 这是六亲内的 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朋友 如果你这个家庭缘分博的话 同事同道 等等 那么这个中间刚好就是自己 这个就是夫妻 这个就是子女 所以你看这两个如果挨得近 这个夫妻缘分就重 这两个有的人伸开 要么小手指短 要么就是张开就有缝 他自然 出来是这种状态 那么跟子女缘分通常就拨 这个很多种看法 我们最早时间往前翻 讲过长相 讲过长相的一些也可以参照 看哪个手指粗壮 就代表这个 这方面性格 特点 运气就比较强 这个还是有很多讲的 我们先不讲手相 那说这个大的 一二 这是两个 一二三 分别三乘以四 十二 加上这十四 那么两个手加起来 就是二十八 行锈 所以说 你可以都排出来 都很多 这个学问 都可以以这个为参照 参悟 我们今天呢 主要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五鼠盾 跟五虎盾 五鼠闹东京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这两个盾呢 我们 这个八字基础区 有些人 都不往那参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实际上是指的一回事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八个字 这个年月日时 年月是一套系统 我们现在学 小学初中地理 就知道 地球公转 所以说 十二个月 这是一年 公转 那同时它自转 这就是一天 那日时 就是天 所以说呢 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差别在哪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一套历法呀 我们节气呀 八个字 这等等 都是以银月 为见正月 所以说 这个甲子之年 甲己之年 每逢甲年 己年 它都会轮到 丙银月是第一个月 那么就是 丁某 往后 往后 吴臣 几次等等 这样一圈 下了十二个 那么实际上呢 石臣呢 就用的 无数顿 那就是 甲子之年 甲子日 或者是 或者是 遗仇日 就 天干 这个甲己的时候 就轮到了什么呢 这个 甲子时 开始 因为子时是一天当中的开始 从十一点 到一点 这个期间 那么所以说 你看 甲子 一筹 丙银 到了银 银时 同样是 丙银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同时呢 还有句话叫 风龙字画 这句话运用的 也都不一样 有风生 水起穴 还有这个 就是指的 丙 丁 雾 雾的时候 到尘了嘛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 臣就画土 你比如说 如果说 以丑年 甲己之年 丙作手 以耕之年 雾为头 雾 即耕 那么以丑年 就是画的是金 这个 以耕合化金 甲己合化土 丙心合化水 这些 我们基础知识 都讲过了 那么 大家 慢慢去熟悉 那神奇 这些口诀 朗朗上口 玄妙押韵 那么 知道其中的原理 就不怕万变 也不会被骗